我们在讲主要就讲解一下关于MySoccer当中的一个定时维护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MySoccer当中这个定时维护 这个定时维护实际上就是针对的我们MySoccer当中的一个定时器 这个定时器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类似于我们的一个闹钟 这个闹钟只要已达到它的一个闹钟的一个时间 那么它就会闹铃就会开始响 同样的我们这个定时器只要它满足我们的一个定时的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每隔5秒或者说我们每隔1秒 那么这里面每隔5秒或者每隔1秒就是它的一个定时条件 只要满足这个定时条件 那么它就会去执行我们之前给它预定的这样的一个执行代码 那我们首先看我们这个MySoccer当中如何去设置这个定时器 MySoccer这个设置定时器的话 它实际上是从5.1这个版本开始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MySoccer版本是低于5.1的话 那我们这个定时器是没办法用的 那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MySoccer的一个连接客户工具当中来 这里面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了我们当前的这个版本 那么是5.5.19这样的版本 这个版本它显然是支持我们MySoccer这样的一个定时器的 那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去了解一下这个版本 Messure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实际上也是显示的是我们MySoccer当中的这个版本号 那么除了我们要了解这个版本号之外 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当前的这一个定时器是否已经开启了 因为这个定时器它默认的情况下它是关闭的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销 Mariable 然后这里面呢因为这个单子比较长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某复查询 我先了解一下 这里面它之前是给它开启了的 因为它默认是关上的 但是之前我这里面是给它开启的 那如果说你想给它关掉 那么关掉的话 Globe我们利用一个全集变量 所以你在使用这个定时器之前 你要确保它的一个定时器到底是开启还是关闭的 那么关闭的话就是0 你看我们这里面关闭之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么它就是一个off了 如果说你想给它开启的话 我们这里面同样是设置一个全集变量 给它设成1 设成1之后 那么这一个定时器的一个功能就是开启了 开启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那个当前这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就表示我们这个定时器开启还是关闭的 好了 我们现在就要去创建一个定时器 我们做这个测试的话 我们就去创建 在创建之前 我们先创建在这张表 我们要做的一个操作 就是定时的向这张表里面去插入一条数据记录 那么我们首先创建这张表 我们创建这张表的话 我们就应用的是company这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的话 我们可以先去创建这张表 比如说我们clader 我们先如果说存在这张表 我们先给删掉 stop table if x less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叫t table 我们这个叫invent table 如果存在这张表我们就先给删掉 然后我们就创建这张表 然后这张表的话有几个数据 一个数据其实就是id 它是一个硬的类型 然后它是不为空的 我们又让它自增长mortem 然后它又是一个主件 然后第二个字段的话 为了显示出它的一个定时去执行的话 我们可以第二个字段给它设置成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在插入的时候 我们就以当前的时间作为它的一个插入值 alt time 然后它也是不为空的 然后把它这个存储的一个 类型我们把它设成inner db 然后把它的一个 摸人编码 再设成utf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这张张表 创建这张张表之后 我们再给它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 主要就是用来 向这张表里面去插入一条数记录 比如说我们 如果说我们存在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先改删掉 比如这个叫ptest 或者p invent insert 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 我们创建这个存储过程 之前 我们先把它的一个分割符给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两个dollar符号 改了之后 我们再创建这个存储过程 create pcdre 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 然后它是一个invent 这个存储过程里面 如果没有参数 我们也需要把这个code给加上 然后begin 然后就是insert into 我们的 这张表 那么就是一个invent table这张表 那么这个invent 这个张表里面 我们只需要插入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就是一个time这个字段 values 我们获取当前的这个函数 就是当前这个时间 当前这个时间 我们用no函数去获取 and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存储过程创建好 创建好之后 我们先把它的一个建立符给它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一个分号 然后再给它执行一下 这里面就是我们创建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就是 像我们的 这一个表里面去插这条数据记录 那我们现在要创建一个定制器 我们创建这个定制器 这个定制器的话 就是每个一秒 或者说我们每个多少时间 我们就去执行这个存储过程 那么在创建这个 定制器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考虑 如果说存在这个定制器的话 我们先改删掉 然后比如说这个叫 我们应该叫tasterinvent 如果存在这个定制器 我们去先改删掉 然后就开始创建这个定制器了 crate 创建这个定制器的这个语法 就是crateinvent 那么它一个nsq这个nsq就是我们这个定制器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要设置我们这个定制器什么时候执行 那么这里面比如我们给它设定为每隔一秒钟 我们就去执行一下 secand每隔一秒当中去执行 然后后面有这个uncompletion 就这句话 uncompletion 这一张代码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定制器被停掉了 如果我们采用这一张代码 那么即便是我们这个定制器给停掉了 但是这一个定制器还存在着 如果我们采用的是 在这一个prefaceable前面加上一个rad的话 那当我们把这个定制器给它停掉的时候 这一个定制器它也会被自动给删掉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给它采用的是 当我们把这个定制器停掉之后 那么这个定制器还存在 那么就是unpute nishcribe 然后disable 就这张代码 这张代码的含义就是 当我们把这个定制器停掉的时候 那么这个定制器它还是存在的 只是它不再使用了 然后我们这个定制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du co co du就是我们这个定制器要做的一件事情 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去掉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我们就叫p invent 然后insert 你掉这个存储过程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定制器已经创建好了 这个定制器创建好之后 我们就要开启我们这个定制器 那么开启我们这个定制器就是waterinvent 比如我们这个定制器叫testinvent 然后我们把这个定制器我们给开启一下completion unable unable的话就表示我们开启这个定制器 好这个定制器已经开启了 开启好之后 那现在就是每个一秒这个定制器它都会去执行 那么执行的也就是像我们这一张数据汇表 插入数据 那我们去查一下这个数据汇表的数据 直到新浮浪 我们这张表叫invent itable 查一下它的数据 这里面这个数据现在都开始执行了 现在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这个是每个秒它都会去执行 现在是10.2615秒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定制器给关闭了 关闭之后 那么关闭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把这个enable改成一个disable就可以 我们再给改一下 把这个enable改成一个disable 改之后那我们再去查询一下 它是26分41秒 我们再执行一下 还是26分41秒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定制器给关闭了 关闭之后 那么它就不再执行我们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了 就是我们这个定制器 所有的定制器就是在它的一个规定的这个时间内 我们可以重复的去执行这段代码 而这里面就是我们所讲的 关于这个定制器的一个操作 总结一下我们这件小节 我们这件实际上主要就是讲点下 我们对于mysocker当中这个定制维护 那我们这个定制维护的话 它实际上主要就是利用了我们这个定制器 我们这个定制器的话 它可以执行一段固定的这个代码 那么这段固定代码可以是我们的一个存储过程 也可以是我们这个函数 当然也可以是我们的一个收回语句 我们在使用这个定制器之前呢 我们要确定我们这一个所有的一个版本 那么只有在5.1之后这个版本 那么它才支持我们这个定制器 那么在使用这个定制器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开启我们这个定制器 我们开启的这个命令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 全局变量的一个设置 把它的一个变量设置成1 那么就相当于是开启了 开启之后 那我们就要创建这个定制器 创建这个定制器的它的一个语法 那么我们是通过Create Invent 然后我们的一个定制器名字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固定的写法 unsecure 就是一个任务 然后这个任务的话 它是每隔多少时间 这里面每隔1就表示11 这样的一个单位数量 然后secant就是秒 那如果说你给它改成hour 那么就是每隔一小时它会去执行 这里面有这样的一张代码 这张代码就表示uncompletion press for disable 就说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定制器停掉了 这个定制器还是存在的 那么存在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 下次我们再提供它 然后后面跟上的就是我们这个定制器 它所执行的照单代码 照单代码的话 这里面我们就调用的是一个存在过程 或者说我们现在 我们隔一段时间 我们当前这个时间还是41 如果说我们现在看一下 查询 它还是41 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定制器 重新给它开启一次 重新把这个定制器给它开启 重新把这个定制器给它开启的话 然后再查询一下 再查询它的一个时间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又发生改变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定制器可以 给它开启和关闭 给它把这个定制器给它停掉 否则它就会一直在那儿超出去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启和关闭 我们这一个定制器 好 这里是我们在讲所讲的主要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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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